臣乎人民跟后贵 臣要人民争护 今天臣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奋斗 2008年8月8日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国家体力场鸟巢隆重开幕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座消耗钢铁11万吨 接近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国钢产量六分之一的特大建筑 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健身 旅游演出的一个好去处 留给这里的不仅是欢呼和忍意 还有中国进步腾飞的见证 距今111年前的1908年 天津青年杂志向国人介绍了方兴为爱的奥运会盛况 并一口气提出了三个问题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 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 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1932年 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而在此前一年 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 并扶植建立了维满洲国 为骗取世界的承认 这个傀儡政权竟然电告国际奥运会 将派团参加此次奥运会 在舆论压力下 国民政府仓促决定组建一个仅有六人的代表团 刘长春是其中唯一的运动员 在这场时局所逼的意外之中 中国首次闯入爱运舞台 回答第一个问题 中国用了24年 中国代表团领奖牌的成绩 让更多人意识到 体育竞技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较量 实现奥运梦 首先要实现国家强盛 民族强盛的梦 一个鸡瓶鸡弱 战乱不断地救中国 梦想只能是遥遥无期 现在看到的这是洛杉矶纪纪念体育场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第23届夏季奥运会上 徐海峰棋开得胜 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 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 在奥运赛场上高高升起 回答第二个问题 中国用了76年 从1984年的洛杉矶 到2000年的悉尼 连续五届奥运会 16年间 中国共夺得了80台金牌 223块奖牌 取得了领事人主目的成绩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获得奥运会冠军最多的选手 此时争取举办一届奥运会 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第29次奥运会 在2008年 被奥运会给了北京 那一刻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对于奥运 对于体育 中国人有过太沉重的记忆 中华民族都激动了 中华民族起来了 中国人伟大 祖国阿赛 回答第三个问题 中国整整用了一百年 我宣布 北京 第29届奥运区运动会 开幕 十三亿中国人 乃至全球华人 都在电视机前 屏息观看这百年梦园的时刻 太多的人流下了 激动的泪水 在圣火的照耀下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奥林匹克运动 与五千多年中华文化融合 以令人赞叹的方式 呈现在世人面前 将古老和现代 西方和东方 紧紧联系在一起 璀璨的燕火 绽放夜空 激昂的旋律 响彻全场 采齐五度 欢呼声 惊久不息 全球四十五亿观众 通过电视屏幕 直击了这一盛况 这些是真正的奥运动的游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在历史十六天的比赛中 我国健儿奋力进取 顽强拼搏 奖牌总数达到一百枚 实现历史性突破 金牌树首次位列世界第一 北京奥运 让世界对中国 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他们记住了一个飞速发展 活力四射 友好开放的 魅力中国 北京奥运飞刚闭幕不久 美国一家叫雷曼兄弟的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以此为标志 异常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突然爆发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措 17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字显示业率 创下了25年以来的新高 虽然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是还能没能止住英镑的一路下跌 冰岛总理哈尔德表示冰岛面临国家破产 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 从发弹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 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 冲击力之强 影响程度之深远 历史罕见 中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珠江三角洲地区 是我国出口型中小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许多企业遭受了很大的困难 2009年一季度 中国的经济增幅低至6.4% 进出口增速出现复制 中国政府灵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迅速推出应对危机 扩大内需稳定就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重要主张 中国率先走出全球经济的寒冬 2009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9.4%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40万亿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GDP在30多年间增长了20多倍 中国速度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 猛增到2010年的6.1万亿美元 平均每年增速接近10% 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 此后我国经济总量连年稳居世界第二 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遥遥领先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为国际社会共度难关带来更多的希望信心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令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 自主创新的呼声愈加高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一直坚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高度重视实施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部署 深刻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 胡维武是一名计算机系统研究人员 为了打破中国计算机产业无心的尴尬历史 他组建团队立志研发出中国自己的芯片 2001年 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了龙芯课题组 开始开发中国芯片 中国科学院今天上午在北京宣布 由我国科学家自主设计的通用CPU芯片 龙芯一号研制成功 2002年9月 中国第一枚通用芯片龙芯一号成功发布 结束了只能用外国芯片造计算机的历史 也可用于佳营电器等产品上 2010年龙芯落湖中关村 在市场推动下 龙芯的研发成果迅速转化 2015年3月31日 搭载着龙芯的北斗卫星成功升空 并顺利开机运行 毫无疑问 一个自信的中国正在腾飞 但在展开双翼奋力飞翔的时候 难免会遭遇狂风咒语的挑战 当大浪不爱的时候 脚下就摇摆不朽 成为支撑我们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 与源泉 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青藏铁路 经青海湖 穿关脚隧道 横跨可可西里 翻越唐古拉山 奇迹般将曾经闭塞的青藏高原 与祖国内地紧紧连在一起 成为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 2006年7月1日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这个浩大工程的竣工 一举结束了 占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 西藏自治区 不通火车的历史 填补了中国西部铁路网的空白 在长达六年的建设过程中 十万驻路大军 以挑战极限 勇创一流的气概 在许域高原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因为大部分线路 位于高海拔地区和生命禁区 建设者们就像这样 背着五公斤重的氧气瓶 吸着氧 坚持施工 两百多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先后攻克 生态脆弱 高寒缺氧 多年动土 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 不少动土工程措施 这条神奇的天路 这条神奇的天路让远方不再遥远 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 最能反映出国家的综合实力 同时也为中国新的发展注入动力 让梦想变为现实的 还有高峡出平湖 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 体量最大的工程项目 三峡工程 早在二十世纪初 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 建设三峡大坝的设想 一九五六年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 再一次勾勒出三峡工程蓝图 一九八二年 邓小平听取关于新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后 果断表态 看准了就下决心 不要动摇 这是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梦想 将新建长江三峡工程 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重要的日子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 一案在七届全国人大屋 在三峡工程中四处以上工作 三峡圆梦的号角终于吹响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一二三峡工程中四处以上工作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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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二十九 二十九号三峡工程左右岸 二十六台发电机组 全部建成投产 比计划整整提前一年 完成投产目标 二零零八年十月 三峡工程左右岸 二十六台机组 投产发电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站 到2009年8月 三峡工程建设基本完成 三峡工程建成后 不仅给长江中下游民众带来安全感 而且给长江两岸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防洪 发电 航运 水资源利用上 发挥了十分显著的综合效益 为了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仅130万库区百姓需要背井离乡 重庆是乌山县大西村 位于渠塘峡峡口 村民染应符从15岁开始就在江上跑船 驾驶技术远近闻名 而这一次他要带着一家酒口 和256名村民一起外迁到千里之外的 安徽省长峰县 这是他最后一次开船 为了国家建设 社小家 保大家 福老乡亲们 三下是我们的普通 地球难事 为真心中华 建设主轨 我们 兴起雄膛 向前走 福老乡亲们 再见 世世代代 与江为林 与江为伴 听惯了烧工的耗子 看惯了江上的埋藩 辖江边的黄学树作证 为了三峡工程 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百年大计 那些告别家园的脚步 曾经那样不舍 又是那样坚定 今天 当我们看到三峡大坝 震撼人心的红火景观时 不要忘记 他的背后 有百万移民的 巨大奉献 同样 在中国腾飞背后 凝结的是 亿万劳动者的 艰辛备质 和风雨奸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伴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 隆隆推进 中国人真正拥有了 进入太空的科技探索 与想象空间 一九九二年九月 中国正式 启动载人航天工程 中国航天领域 规模最庞大 技术最复杂的 超级工程 拉开序幕 这一年 六十岁的王永志 被任命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 五十九岁的七发任 担任载人飞船 总设计师 这是两个共产党员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作为两弹一星事业中最耀眼的那一批年轻科研人员 现在他们要和更年轻的中国航天人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像载人航天这样的高基础领域 中国不能不干 必要时候宁可动用部分的国库的黄金储备 也要把这件事干净 不久 中国自己的载人飞船 被命名为 神州 1999年深休 神州一号 无人试验飞船 抵达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从这一天起 中国的九泉成为继俄罗斯租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 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之后 有能力实施载人航天任务的世界第三大发射场 1999年11月20日凌晨 神州一号进入太空 飞行21小时后 成功返回 中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上 获得了重大突破 神州一号的发射 凝聚了中国110多个科研院所 3000多个协作单位 数十万工作人员 近十年的全部心血 紧接着 神州系列的发射 为真正的载人飞行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2003年10月12日 杨立伟 翟志刚 聂海胜 三名航天员 抵达九泉 为即将到来的特殊时刻 做准备 十月十月十四日 在距离发射不到十个小时前 杨立伟正式接到通知 由他进入神州五号执行任务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点火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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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飞行 五百九十秒后 杨立伟摆脱了地球引力 浩瀚的太空 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 神州五号绕地球飞行的十四圈 二十一小时二十三分钟后 成功返回 杨立伟完成了人类第二百四十一次太空飞行 从此 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自主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这一年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已经九十二岁 距离他提出人类星际航行的科学设想整整五十年 正是这位老人在1967年将宇宙空间技术的中文名词正式定名为 航天 从1956年开始 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用时间心血和智慧支撑着一个飞天的梦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水球像这样一个透镜 透过它你们还可以看到我的倒影呢 中国载人航天视野一步步向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 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 舱外太空服 太空战 太空食品 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高端技术 如今都打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标签 中国已经成为了局势公正的航天大国 这一成就再一次向世人招式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 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民族 使自强不惜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民族 使爱好和平积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不懈奋斗的民族 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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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温暖的回忆 你对我的恩泽感动天和地 从来不曾放弃你 因为希望埋在心底 追寻自由的勇气 多少年运用风轻 幸福是没忘记 痛苦中曲折你 我的灵魂紧紧跟着你不息 人有中华 人有中华 风雨呀不光 多难中开放 真心祈祷 天有中华 愿你平安长山生上不息啊 你就是我我是你 你的尊严我的荣誉 要平安长山路 继续 违望向河 传风静 听大海的潮汐 看岛山的运气 我们用心定居飞翔的云 天有种花 天有种花 风雨呀不忘 过难终开花 人心祈祷 天有种花 人命的爱长生生生无习 天有种花 天有种花 像一条死亡 荣耀传天下 人心祈祷 天有种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